派出所24小时忙碌大事小情 守护一方平安 他们冲锋在前 在警笛拉响之时 他们责任在间 义无反顾 今日说法 司法未明守护平安系列报道 为了万家灯火 即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司法未明守护平安系列报道 有人说 在派出所的值班室 你可以目睹人世间的各种事 在这里上演的故事 很多是你想不到的 今天我们就到成都的一个派出所 看看那里的民警 一天究竟会遇到多少事 应该说是 你们平时当小话 天天经经经 我们都遇到过 往上说 狗跑了 打不到车 爸妈不给他收集用 老婆买菜买错了 回去 两个子吵架 天下咱咱不咱 沙河园派出所 是一个典型的城市派出所 管辖面积14.6平方公里 人口接近16万人 三环路外的亮丽钢财城 市场商户达2200余加 日均交易额过亿元 而像这样的大型市场 沙河园派区有11个 64名民警 38名辅警 这102名警力 要保障的是16万人的安居 繁忙是每天的关键词 你保警吗 我要你 啥子事情 保警 面对这桩警情 民警赖意却显得并不着急 因为还是这熟悉的声音 这位60来岁的婆婆 其实有家有孩子 由于患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 老人是一发病就报警 对于接触警民警来说 让惊恐的婆婆感受到足够的安全感 是他们的主要工作 接回派出所劝慰安抚 联系家人 一整套动作完成后 这桩警情才算结束 还没来得及吃上饭的赖意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又接到了四个 来自指挥中心的出警指令 母女争吵 家中失窃 男青年不同意分手 想不开 夫妻打架 接到这种警情的时候 接近民警要通过自己的派对 来争备那种警情是最需要 我们第一次也给到县城 这样子我跟你说 四个警情解决一个还剩下三个 赖意和搭档又立即朝着另外两个警情的方向赶去 同时赖意联系了所里的民警 让他们赶去处理那个 因为不同意分手要寻短见的警情 事情虽然紧急 但是对于这起事件的处置 他心里有底 因为他联系的民警杨涛和李凯 曾经多次处理过紧急事件 经验丰富 办事妥当 这一头赖意和搭档赶到了失窃的小区住户家 收集了失窃案件的线索和信息 那一头同时也告诉他 想不开的小伙子情绪有点激动 已经被带回了派出所安抚 晚上八点 夜色渐沉 当赖意和搭档处理完手里的 最后一期警情 新警情又来了 赖意和搭档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报案人的所在地 原来丈夫喝醉了酒在家打闹 妻子怕他伤着孩子 不敢回家 是你们老公吗 是老公吗 亲老公 你说亲子玩了 亲子玩了 亲子在不在乎 你回来不你回来 你听我说 报案人情绪激动 而他怀里才两岁大的孩子 被吓得默不作声 夫妻争执 无辜的孩子成了受害者 这让赖意心里很不是滋味 随即报案人带着民警回到了家中 但孩子的父亲已经离开 一时间找不到孩子的父亲 赖意只能将这对母女带回派出所 一个小时后 小区警务室传来消息称 最久的丈夫自个儿找上了门 随后民警将孩子父亲 带回了派出所 希望这两口子 能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 晚上十点 一场大雨不气而至 值班民警稍稍松了口气 因为常年累月的工作经验 告诉他们 雨天的出警率通常比较低 可这个雨也不寻常 凌晨一点 一个男人打来报警电话称 老婆要离婚 他想不开 邀请民警给疏导一下心理障碍 这样的我感觉到 心理上需要疏导一下 不要再疏导了 刚才差点发那个 他说过 现在他说过 来到男人的家中 被褥凌乱 关键是民警在屋子里 竟然闻到了一股汽油味 这让赖衣他们紧张了起来 他们立即进行了处理 经过一夜紧张的工作之后 沙河原派出所的办案区内 之前那个试图泼汽油的人 开始告诉民警 汽油是用来给摩托车加油的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 他痛哭流涕 清醒过来 因丈夫喝酒 差点误伤孩子的两口子 在民警的开导教育下 握手言和 而那个失恋想不开的小伙 在民警的劝慰之下 也终于平复了情绪 慢慢看清未来的方向 您现在要出去 就是社区有个群众 给他们曾经调解过几次 今天他过来 有一个回忆方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 年近六旬的曾晓明 扎根社区 已有近20年的时间 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防危杜见 避免群众间的矛盾 演变成110敬情 是老曾的主要工作职责 我穿这身衣服 我认为是阻止 给我的一种人口 给我的一份荣耀 我也是一份压力 为什么呢 你就要更好的 为老百姓服务 好呀 来来来 好久又没钱了 好 走 一两多年了 见到民警老曾 老王是喜笑颜开 过去几年间 由于家庭的重组 各类琐碎的矛盾 是堆积如山 愈言愈烈 正是由于老曾 一次又一次耐心劝导 才解开了亲人心头的结 平息了纷争 清关难断家务事 家庭间的纠纷 要解决起来 那是相当费劲 而这对于 年纪六旬的老曾来说 当中不仅难度大 风险还高 做事新根吧 打指甲手术 按了五个指甲 身上都穿着九星万 姐 如果真的是遇到 要吃塑造九星万的时候 婚回去也不该给老婆说 没有 没有 我拿着说来 那里面接下来你与我来 对吧 烧了菌瓜 怎么怎么样 要问 如果烧没有 为了守护一方平安 派出所民警经受的苦与泪 付出的时间和精力 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公安机关的办案也好 还是我们的群众工作也好 是有温度的 涉及到群众的事情 就没得消失 穿前走廊摇霸古镇 千年历史古运深 曾经战功赫赫的基督民警 如今并肩携手 共创古镇新风 是贴近老百姓的共同渠道 一用火就感到清晰 要是说你高高在上 让这个消息 老百姓有个群体 他就不用火 派出所民警的接触警察方式 态度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老百姓 对警察群体的印象和评价 今日说法 司法卫民守护平安系列报道 为了万家灯火 正在播出 这一天下来 派出所接警的大事小情 总算是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林警们也松了一口气 沙河园派出所 是一个典型的市区派出所 节奏快 事情多 是这里的特点 从成都沙河园派出所 向东南出发 沿荣尊高速 大约三百公里 就是卢州市 河江县 姚坝镇 姚坝古镇的派出所 也有着自己的工作节奏和特点 姚坝古镇 史于北宋 兴于明清 千年的古风民俗 让这座小镇 韵味悠长 千米老街之上 两千多间青瓦房 高低起伏 错落有致 形成了有节奏 有韵律的民居群落 而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更是被建筑专家们誉为 川南古民居的活化石 这位和古镇居民 十分熟悉 体型微胖的警官 名叫胡江涛 姚坝派出所所长 每天吃完午饭后 胡江涛都会来到古镇上 走一遭 看看古镇居民的生活情况 这不 还没走上一会儿 街边的几位婆婆 便叫住了胡江涛 李父琴是镇上一位 精神病患者 也是派出所的老熟人了 听闻此般情况 胡江涛立马掉头 朝着李父琴家走去 平日里 四十多岁的李父琴 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王芳英生活在一起 二十年前 李父琴的妻子不辞而别 这让男人备受打击 一蹶不振 最终患上了 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一头 所长胡江涛耐心地 与王婆婆交谈着 并在三项老人 叮嘱照顾儿子的注意事项 另一边 在古镇的一家小茶馆里 副所长姚勇也没闲着 正与这些个老茶客们 使劲唠着磕 片子的手法是啥子手法的一个 这个想不到的 没有他做不到的 作为姚爸派出所的颜值担当 姚勇在古镇居民的眼中 那绝对算是个 不折不扣的英俊哥 来到姚爸的头几个月 关于姚勇的个人情况 都引起了古镇里婆婆大妈们的 热心关注 无论是行男姚勇 还是呆萌的胡江涛 俩人在工作当中 都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其实为了走进古镇乡民的内心 胡江涛和姚勇是花了大心思 下了真功夫 这场抓捕行动发生在2015年 这也是姚勇和胡江涛 最后一次并肩携手抓捕毒贩 此次战役结束后 这对战功赫赫的基督兄弟 在组织的安排下 先后离开禁毒大队 去往了姚爸派出所 那一年 31岁的胡江涛 成为了卢州最年轻的派出所所长 每一个政策人肯定从他内心 都有一个政策梦 我们长期都在回顾自己以前的工作 从内心来说 还是想回归到这个医学餐 跟范子分子到家的 一直还是有这个理想有这个梦的 离开到京都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京都毕竟是比较危险的 平时我们两个一起在河江 该上一起吃饭都是以前以后 都不能走一起 起码相跟到接近十米 平时有时候打电话都是给我挂了 就是发信心 他打了派出所 我终于有点高兴 也是这样子 只知道他在这儿说的 我看到就找得到 姚爸派出所现有民警七人 辅警十二人 派出所管辖面积六十四平方公里 辖区常住人口三万余人 对于胡江涛和姚勇来说 以前办理毒品案件 蹲点钉烧熬羹守夜 是身体累 现在互有古镇平安 服务三万名老百姓 那真的是心累 说不定跟微方人到家当的时候 那个时候绝对真的那样赞三 我其实绝对是老哥的 但是和群众到家当 我就肯定完全不一样 有意思你不是得靠起司去省 而是相反的 就是我和群众 谈得弄 败得弄 耳熟得弄 迷递女孩儿重返家庭 绽放笑颜 感觉是会有点好点的 美国人都有事 就会有大事 一点宣布心 我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 我出的问题也不少 登席台进茶馆 一任锋芒藏心底 悠悠茶语进民心 今日说法 司法为民守护平安系列报道 为了万家灯火 正在播出 这天副所长姚勇和福景贾超 会要去回访的 是一个让他们 操碎了心的15岁小姑娘 这半年里 由于和社会上的小混混在一起 小姑娘离家出走两次 分别去往了天津和广东 两次出走都是家人报案 摇泳带队 把人给接回的家 面对两位景观的到来 15岁的小荣显得格外开心 笑个不停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可爱的初二学生 此前会如此叛逆 会让家人和警察那样操心 两次离家出走 带给小姑娘的教训是巨大的 现在小荣不仅在学习上取得了进步 在体育方面 女孩也逐渐发掘出了自己的潜能 一切都在变得越来越好 听到她做情况 我觉得都很感兴趣 很欣慰一下 就是 我儿里边的话 在成长 至少奔纸还是 奔纸 就是 这服务的教育方式还是很重要 环境 我们的教育方式很重要 最主要自己生长 二天我儿站到了 教育节 也可能还是要生死一号 自然 原刀五刀 小心火转 关好盟窗 注意安全 打羹是摇霸镇的传统 每晚十点 羹夫老张都会准时上岗 为古镇居民开展巡逻防控工作 早已过了退休的年纪 可他却不愿放下手中的铜锣 老张希望这熟悉的声响 能一直陪伴在百姓的身边 警力有限 民力无穷 为了更好的守护摇霸 2019年初 派出所在各村社 选拔了12名党型过硬的党员 组成了这支古异骑兵 每周这支民间队伍 都会对辖区开展治安巡逻 及时发现和处置问题 我感觉真的是群众参与这个社会 继承制人的这个自觉性 还是这个自愿性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处分我意义来的 通过这一任的态度 现在陆续还有很多人来找我们派出 他自愿的还想交出进来 不论是耕夫老张 还是这古异十二骑兵 大家伙澎湃的激情和坚定的决心 那都是源于要为一方的平安处理 而他们之所以认定自己的付出 是有意义 有价值的 全银老茶馆里的一场场 心评书 对于这样的课堂 摇霸古镇的居民早已不再陌生 每个星期趁着赶场的日子 胡江涛都会组织民警 来到这座老茶馆 将禁毒妨碍 交通安全 预防电信网络诈骗等普法讲座 搬上席台 让更多的群众轻松地学法 懂法 用法 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提升大家活的安全防范能力 慢慢地 古镇居民亲切地将这里称之 法治茶馆 他除了带点听到我们见之外 我们见过之后 他留下来胡吵的时候 可以跟更多人一起讲 刚刚蒙古警官是不是 讲到老岸里 他遗传是非常美 我想这样的效果 可能也要起来更好的效果 让古镇居民重回那个 有评书可听的年代 固然是个普法的好创意 好办法 但是对于胡江涛和所里的民警们来说 要想跨界把这书给说好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真正地面对群众 那你在一个讲台上 就像这个蒋屏书一样 那么多群众的眼光 我忘了你的时候 确实还是有点小紧张 我看到群众的眼神 都是距禁回声地忘了我的时候 或者是我讲到某个案例 他们有这个有笑容 或者是有有干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效果就是来了 一到午休的时候 附近翁小平便会打开 专业评书演员的视频 法治茶馆的建立 让表达能力欠佳的翁小平非常着急 但他坚信 只要用心去学去感受 自个儿也能为古镇百姓 带来学乏的乐趣 是贴近老百姓的沟通的渠道 你用火就感到亲切 要是说你高高在上 让这消息 老百姓有个距离 他就不用火 就不亲切 从缉毒警察到派出所所长 胡江涛来到摇坝已经七年了 他一直都在提醒着自己 尖头的责任就是使命 如今 古镇的法治阵地 虽已出去规模 但他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现在只要踏足古街之上 副所长姚勇的脑海里 便会浮现出 过去自己与毒贩较量的画面 曾经的回忆 让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 无论岗位如何改变 只要初心不变 自己所做的一切 就是有价值的 整个我们这个古镇 跟我的感觉就是 一片安静相和的感觉 我在这个古镇周期的时候 我的想法我就是 为父导的安静相和 不能有人或者有事 破坏了他的安静相和的感觉 人们都说派出所的工作不好做 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 他好像什么都得管 那么派出所和公安机关其他部门 在职能方面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杨玉娟教授的说法 派出所是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 是一个多功能综合性的作战实体 他的职责有很多 主要是维护辖区内的社会治安 管理辖区内的流动人口 常住人口 公共场所 出租房屋 特种行业等等 也会承担一些治安案件 和刑事案件的查处 派出所的职能职责 比较复杂 比较综合 事多面广 尽管派出所民警 在工作当中可能会遇到 杀人抢劫 暴力拒捕 等一些有危险的违法犯罪活动 但是更多的 他们面对的是普通老百姓 他们的职责是解决 普通老百姓 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的 危难困难 甚至是疑难 这就对派出所民警的 执法能力综合素质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他们要有临危不乱 处置危险警情的能力 还要有很强的沟通 协调疏导的技能 要密切联系群众 深入到社区当中 主动发现安全风险 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那么基于公安部门 对派出所工作的定位和要求 为了履行好职责 对于派出所工作民警 是不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呢 我们来听一听 杨昀娟教授的看法 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 接触最多的就是派出所民警 派出所民警的接触警的方式 态度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老百姓对警察群体的 印象和评价 所以公安机关对派出所民警 以及他们的接触警活动 进行严格管理 建立了一系列的招录 晋升考核培训制度 也出台了非常细致的 接触警的规范和流程 确保派出所民警 依法接触警 妥善接触警 真正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派出所是一座 离我们最近的平安堡垒 为了守护一方平安 派出所民警要付出的血与汗 经受的苦与泪 是难以想象的 365天 24小时 派出所的灯光始终闪烁 大事小情 那里的故事永不止息 希望他们在工作路上 一切安好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作客频道 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